聖誕快樂各位 平安夜之前送了五場預測給Patreon和Youtube的會員 結果五場就中四場 包括股仲狼隊直接贏車路士 熱刺直接贏愛華頓 盧頓會搞定紐卡素 以及今天會講的這場榜首大戰 股仲利物浦會打和阿仙奴 那就是萬聯那場不中 我想都是最多打和 誰知道輸了 真是像我之前所說的 萬聯那些球很難猜 飄忽不定 作客利物浦可以不用輸 但是就輸給韋斯咸 今次我的預測成績叫做OK 亦都幸好我做預測就不用靠運氣 事關我最近的運氣真的好差 主要就是又被Youtube搞了 今次搞什麼呢? 今次是玩到盡 還要直接取消我營利功能 以及會員功能 今天大家看到的這條片 是不會收到Youtube的廣告分成的了 恭喜了 會員功能都被他們剪掉 即是你現在想加入Youtube的會員都加入不到 甚至接下來三個月或者更長時間 Youtube這裏都是白做的 這樣搞一搞 即是又迫我減少一些免費片 當然我正在搞上訴 希望上訴成功就可以回復正常 暫時懷疑是兩年前跟Badvisor合作出片 那兩個頻道 即是我和Badvisor都放同一條一模一樣的片 上去 Youtube的AI就刷到 然後就說我侵權 我猜是這樣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就真的很好玩 以後不知怎麼搞 你知道很多頻道都是這樣的 很冤枉 還要來到節日才搞我 我才說是沒有運氣 要開開心心的 我現在都可以強顏寬笑 沒所謂啦 你就搞吧 都明知道你的Youtube AI多蠢 而且這次呢 就不只是搞我的 真可憐 就是搞我的Youtube會員 暫時就沒得看那個專屬直播 Youtube越來越難捉我了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鼓勵大家 去加入Patreon 穩陣一點 Patreon那邊呢 就從頭到尾都沒有受影響 利物浦對阿仙奴那次 在平安夜的專屬直播 就真的得回Patreon的會員 都佔大部分的 都幸好招呼到大部分的會員 講回當晚平安夜的專屬直播 就猜中利物浦入球先 也有說明上半場會被利物浦追成平手 就猜中半場打和 不過呢 我就猜下半場陸續有球入的 大概就2比2 就或者本應有這個體能優勢的阿仙奴 稍微有機會贏 但是結果呢 就1比1 而且就是反而是利物浦 那邊是比較有機會贏的 可惜利物浦是輸運氣 首先呢 一定要說這一球球 19分鐘 利物浦本應有個12碼 奧迪加特的手 雖然是垂低了 但是擺明是有不正常的動作 甚至乎看起來是故意拍一下 那個球去干擾那個球 偷走那個球 好像人家打籃球的那些 控球後衛crossover的動作 這樣 但是竟然是怎樣 沒有12碼 球證的看法 我想吧 就說奧迪加特當時線腳 他就可能需要這隻手 就是保持平衡 就禁地 疑點利益 是歸於被告 就不給12碼 但是你看清楚一點 奧迪加特很明顯是不需要禁地 都能夠保持到最後的平衡 而且還有時間拍一拍球 都不跌 根本就沒有疑點 如果這樣也沒有12碼 那以後的球員 假裝失平衡 落地之前 搞一個球 拍一個球 什麼都可以 高普坐右接受訪問都說 就看你球證怎樣跟我解釋 因為根本就沒有得好解釋 利物浦作客熱賜那場 驚異被人取消了一個合法的入球 都是球證的問題 如果這兩個判決而令到利物浦 失這三分 是沒有了英超冠軍的話 那可不可以跟球證公司那邊 申請賠償呢 是吧 球證公司最厲害呢 都是道歉的 所以我建議保險公司 又真是可以設計一個plan出來 即逢是球證公司那邊 道歉的 而判決是導致球隊失了應有的最後聯賽 積分榜位置的話 就可以作出獎金上面差額的賠償 如果失去英超冠軍或者降了班的話 會有更加多的賠償 那很可能英超所有的強隊 或者都有機會降班的球隊 都會買這份保險 那這個保險公司都會幾發達的 那當然啦 比較有機會拿英超冠軍或者降班的球會 的保費就更加要貴一些 不過問題就是 如果到時真的要賠償的話 也挺融化的 那說到賠償不夠錢 貴那些東西 那都是頭痕的啦 那如果大家最近節日花多了 或者不知道怎樣 有些困難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一下 全港第一個用AI審批貸款的 FX Wallet 一張身份證就不用什麼證明文件就可以了 5秒鐘就知道結果 現在紅一假期都一樣幫到你 亦都爭取到新客戶的優惠 由即日起到12月31號 申請X Wallet並成功確認貸款合約 加碼送你 NOWE英超通行證兩張 適合看球的你們啦 還有還有 申請期間輸入優惠買HW1000 申請X Wallet並成功確認貸款合約 立即送你1000元迎新獎賞 當然 舊客戶都繼續有著數 逢星期二和星期五 再次提款 還有Happy X Day 提款優惠大量獎品或者現金等你拿 可以去下面info box的link 那裡click進去研究吧 好了 講完12碼的問題就講整體戰術的分析 為什麼今天入球的總數會比我想像中少呢 個別利物浦球員把握力有問題 或者欠缺運氣中微 這些當然是其中一個解釋 但是如果由戰術方面看的話 我們就會有更加深入的分析可以做到 我們抽屍Morgan 首先就是剝最表面的皮 最表面看到的就是 阿仙奴的壓迫就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強 就沒有了好像打白禮頓那場球那麼厲害 阿迪達賽後訪問就說 今場賽事很激烈 但是其實今場賽事的比賽節奏 已經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快 打不到來回高速球 那麼入球的數量自然會少些 今天的比賽品種 都是有不少時間互相面對密集 速度緩慢架對攻 入球當然就不會多得去哪裡 其實阿仙奴一開球 他們的優勢都挺明顯的 射門次數是多些的 尤其是比賽的早段 我們都是預料到 他們真的入球先的 今天利物浦防守死球 也確實有些處於下方 一開球的防守角球頂輸了 接著一個防守死球 就走漏了加比爾 阿仙奴順利領先 本來應該可以乘勝追擊 但是慢慢踢下來 阿仙奴的壓迫力就每放越下 甚至去到上半場的中尾段 反而看到利物浦壓迫力較強 利物浦下半場就成為踢得更好 阿仙奴有可能是歉於顏菲奴的壓力 但是撇除這些心理障礙的話 我們是可以歸功於高普的戰術成功 而令到阿仙奴的壓迫力減弱 高普今天做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成功掩蓋到利物浦的兩大缺口 一拿到正選陣容 其實立即看到利物浦有三個大缺口 第一個最大的缺口就是 由於中場欠缺輪換的能力 一定要繼續用日本球員軟騰行 有看開利物浦的賽事 或者利物浦球迷都會很清楚 當軟騰行在後場參與後場組織 要背龍門拿球的時候 然後一被人壓迫屁股 就會因為技術不足 以及身形的問題對抗性不足 就很容易會一迫就掉了 所以很多時候是逼他 針對他就會換到一些很簡單的反擊 而今天還要是打場大戰 面對著壓迫力都強的阿仙奴 本來真的很令人擔心 阿仙奴沒有辦法針對到日本仔這一點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 哥普今天有想過辦法掩蓋 日本仔的這個弱點 那就是有沒有留意上半場 阿仙奴應該壓迫力最大的時候 利物浦沒差過半場 日本仔需要背龍門的話 日本仔會盡量縮到後方線 兩個中堅中間去用球 等自己不需要背龍門 可以多一點面向前面 那就不用被逼個屁股 大大減少日本仔被逼背席 而是對抗性出問題的這些東西 失誤的機率就會大大減少 對方的反擊次數就會大大減少 而且還有一些時候可以看到 當日本仔他沒辦法落到後方線那裡 而被迫又要背龍門的時候 只要日本仔背脊兩三馬有對手的話 就算有對手也好 利物浦的隊友就會刻意盡量不交球給日本仔 等到利物浦成功猜過半場 日本仔舒服面向前面 或者阿仙奴都收縮了 很少壓迫 利物浦隊友才會把球交給日本仔 這樣就一樣可以用到日本仔的轉方向能力傳送能力 但是就掩蓋了他的背龍門弱點 減少失誤送禮 當然如果長期這樣去做這個特別的調整的話 真的會少了派牌位置那個 叫做在後場轉身再做事的位置功能 但是今天特殊 馬里士打缺陣 限米煮限飯 打場大戰 暫時吃定一顆有副作用的特效藥 過關先就合理了 就是經過了這個細節上的調整 高普成功掩蓋了最大的缺口 阿仙奴自然就少了壓迫成功的反應機會 接著就會929只有一個叫做惡性循環出現 阿仙奴開始會發現 明明對方最容易壓迫那個 今天我們都壓他們不到 今天都針對不到他 阿仙奴的壓迫成功率一下降 他們的壓迫心態意欲就會下降 所以就解釋了為什麼阿仙奴會少了壓迫 而比賽節奏就會隨即拖慢了下來 處於體能劣勢的利物浦 踢得慢一點就喘息到了 而阿仙奴的體能優勢就會逐漸消失 所以高普的賽前細節調整 確是有功效的 再反過來看阿仙奴壓迫力下降 也就是給多了機會利物浦進攻 那利物浦就會回來了 29分鐘的入球 最佳例子 阿仙奴沒有壓迫阿諾輕而易舉 可以在後場中圈附近 向前傳送 這個長傳很漂亮 打到快攻 連結到沙拉可以單對單針對新增高 這就是我賽前專屬直播所說的 阿仙奴的缺口 利物浦入球方法 針對到了 而這個入球也支持了我 經常怎麼說 進攻點要拉邊 你才會有單對單針對手的機會 阿仙奴真的輕易過了新增高 而且整套動作有以前Topfit的影子 很快就內切 一射衝網頂去 是沒有得很夠的 阿仙奴雖然下半場累了 就沒什麼看 但是她上半場還有體能的時候 她做這些事情出來 依然是沒有其他利物浦球員可以做得到 這就是追分1比1 本來應該是雙方還有機會入球的 但是利物浦第二個缺口 都被高普掩蓋到 就是阿諾有可能會被馬天尼尼針對 真的要稱讚高普的調整 有沒有留意其實大部分時間 都沒有發生過馬天尼尼 單對單單挑阿諾的畫面 通常是第二個利物浦球員去對馬天尼尼 馬天尼尼就不能單對單針阿諾了 要稱讚的就是沙寶絲禮今天的防守非常之厲害 整天都是沙寶絲禮對馬天尼尼 而是作出了很多漂亮的難節 簡直可以說凍結了馬天尼尼 加上偏右中天的光拿迪都一起出手去保護阿諾 利物浦成功掩蓋第二個缺口 失球機會又減少了 利物浦只有第三個缺口 就是左後衛那邊的森美卡斯 真的捱不住沙卡 上半場重傷 幸好後備入體的高尾斯 踢得比想像中好 只是上半場尾段 給了沙卡一個半單刀機會 其餘時間沒有機會了 而且利物浦已經成功拖慢了比賽節奏 相對來說也減少了沙卡的屈肌機會 空間機會 加上利物浦在主場打過皮球 所以一直都可以用主場的優勢掩蓋體能的劣勢 下半場利物浦的壓迫還是不錯 所以阿仙奴就拿不到較高的控球率 阿仙奴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差 都是那句 阿仙奴今天要贏的話一定要踢得快 去用他的體能優勢 結果推不快場賽事 打不到來回高速球 那你要拿高控球率才可以贏 做回阿仙奴的風格 但又做不到 而互相面對著密集的比賽品種當中 阿仙奴就打不出自己的高控球率的風格 那就有點像上一場球 有一個白禮頓的問題 武控球率呢 白禮頓就不是白禮頓 而同樣 武控球率呢 阿仙奴就變成不是阿仙奴 阿仙奴就會開始被比下去了 阿仙奴打不出風格 入球的機會又自然減少了 所以主要就是會令到大家入球都會少了 阿仙奴要注意了 今天有個問題 就是後場組織那裡不太行 新增高,狀態麻麻 今天有兩次比較嚴重的失控球權情況 2呎 夏維迪斯這個偏載中場 是比較少做保變形系統 搞到阿仙奴後場組織其實就不太穩定 加上利物浦有壓迫 那阿仙奴後邊就猜不到得到多少 利物浦反過來會多了 多了瓜分進攻時間 幸好奧迪加特和夏維迪斯 今天是有積極回到防守中場位置平台收縮 4-3-3 總算攻守平衡的阿仙奴 都不能告訴利物浦有什麼軟射的空間機會 入球的數量又減少了 阿仙奴雖然有用力去防範利物浦的軟射可惜 他自己的後場組織細節做得不好 而高普的細節玩得比他好 那阿仙奴就浪費了他們本身的體能優勢 就被利物浦扭轉到劣勢回來 還差點被利物浦贏了 這球在社交媒體上很有名 4個利物浦球員打一碗飯 防守各球之後 利物浦打反擊是非運動戰的問題 個別球員出了事 就是這個新生高奧迪加特 產生誤會大家收不設制 而反而阻礙大家去解圍 沙拿就如人得利展開反擊 阿仙奴只剩下一個就是懷斯 四個利物浦球員對他一個 沙拿都沒有毒食 非常正確的決定 把球交到最右手邊的阿諾 最多空位可以起腳射門 這個能否進入球呢 跟整體戰術沒有關係 真是看阿諾能否進入 可惜利物浦真的欠運氣了 那個球交下去就明明跳一下跳一下 跳完就不會再跳高 應該很好射 誰知道阿諾突然球突然跳高了 幾厘米 可能一厘米 哦 跳高了一點點 那就炒了上去 中了一條尾 相信是跟岩菲露草面的質素有少少關係 成也岩菲露的氣勢 敗也岩菲露的草皮 去到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會再講多些利物浦為何在主場對著萬聯會那麼差 但是主場對著阿仙奴也會那麼好 另外會再update一下 就是利物浦和阿仙奴現在爭貫的情況 哪支球隊較有優勢呢? 記得去支持PATREON片尾彩蛋YOUTUBE這裡 給多點Like、Subscribe、按鐘仔 給多點有意的留言 和Share給朋友聽聽 就可以幫到頻道增長了 還有接下來 都相信會再少點免費片 除非上訴成功 這一段時間 大家可以加入PATREON頂住先 接下來我會繼續努力做全職的足球評論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就記得按PATREON 會越來越多獨家的節目 包括獨家轉會評論 獨家蔡侯平、獨家大戰預測 獨家英超強隊每週文字預測 加上YOUTUBE普通影片最後的片尾彩蛋 要聽完以上的節目都只需要40港幣 再加多20港幣 就有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拿到正選陣容再預測兩場準備開波的大戰 如果再想支持多些 就可以看額外的比賽剪接畫面再預測 精裝版微觀星畫同步 加入最高的球王級別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學生、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 就可以以75元的優惠訂閱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